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菜单功能中呢 我们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工具以及功能 例如日历 童索 节能 节评 录评等 方便我们使用者在日行一些快速操作 点击日历 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些时间信息 点击添加事件 可以添加对应的一些商务提醒功能 点击同锁 可以实现一个防务触控能 防止他人物操作 点击节能开关 那么可以实现一键吸屏 在屏幕的任意角落 轻敲即可实现一个整机唤醒 点击截屏 那么可以对当前的一个主页面的一些内容呢 进行一些相关的截图保存 点击确认 那么就刚刚的页面进行保存了 同时在我们的旁边的一个通知中心里面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刚刚的一个截屏操作 点击 即可查看到我们刚才的一个截屏内容 点击录屏功能 可以将我接下来的一些操作进行记录下来 点击开启 放大镜功能 放大镜功能 主要是方便我们在查看一些文档 那我们的细节部分呢 可以放大我们的查看范围 那么清晰的看到一些相关的内容 那么刚才我的放大镜的一些操作呢 就可以录制下来了 点击停止 即可保存 那么我们默认来的保存文件呢 是保存在那个文件管里 等一下我会为大家演示 计时器功能 计时器功能 点击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倒计时时间 我们默认在最后五秒的时候呢 会进行一个颜色的变化 以及提供一个提示音 提醒操作者 那么在使用过程中 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时间限制 那么同时我们也提供了一个自定义按钮 方便我们自行添加一些常用的一些使用功能 点击添加 那么下方位置呢 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快捷操作 可以快速的调节 亮度的变化 以及音量的加减 下方部分 我们有个通知中心 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一些相关操作 底部有三个快捷按钮 关机 一键切换OPS 以及快速的切换到我们的一个按键功能 进行相关的设置 同时我们在主界面的地方呢 我们也设置了一个快捷绝合按钮 在使用过程中 方便我们操作者进行一些快速的通道及应用打开 点击自定义 可以添加喜欢的一些应用内容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会议系统的一些主要应用 书写白板 书写白板主要是实现个书写功能 在日常开会的过程中是最常使用到的 我们提供了多变的笔形以及颜色 客户可以根据喜好在输写过程中进行随意的更换 为了方便我们操作呢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圈选功能 方便我们对书写的内容进行一些复制移动 选中需要移动或者复制的内容 点击复制按钮即可复制内容 拖动即可实现移动 点击删除按钮 则可以对选中的内容进行删除 那么为了方便我们操作呢 我们也提供了漫游以及收放功能 量子触发漫游功能 收放 那么接下来我就可以在空白的页面进行继续的书写 为了方便我们对书写的内容进行修改呢 我们也提供了多种的擦除方式 手背擦除 可对大面积的内容进行擦除 点击向提擦按钮 有两种方式 进行小部分的进行修改 点击选选 也可以选中需要删除的内容进行直接删除 为了方便我们对更多的内容进行一些介绍呢 我们也提供了加页功能 点击加页 点击中间越来按钮即可看到我们刚才添加的一些页面 点击即可前往到第二页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页面的书写 为了方便我们操作呢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交换素材功能 方便我们对一些文档图片的分享 点击操入素材按钮 选择需要分享的一些图片 点击即可进行添加 在页面中操入我们需要展示的图片 也可以操作我们的一些图形 方便我们对重要内容进行一些标识 那么为了方便我们对一些会议的内容进行分享呢 我们提供了邮件发送的方式 方便我们没有参加与会的一些人员呢 快速的了解到我们会议的内容 点击邮件发送 那么就可以将今天所有开会的内容呢 进行一个打包发送的方式 分享给他们输入收件的一些邮箱 点击发送即可 那么在会的人员呢 我们也提供了二维码扫文的方式 方便我们对今天的会议内容进行打包带走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扫码带走功能 点击扫码分享 生成二维码 那么通过我们手机上的一些像QQ啊 微信的软件 点击扫一扫功能 那么即可将我们今天的一些文件内容呢 形成一个文档 保存在手机里面 同时 为了方便我们进行一些内容的保存呢 我们也可以点击 保存文件 那么将今天书写的一些内容呢 形成一个本地文件 进行保存下来 方便我们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呢 再对之前的文件管理呢 进行一个回溯 文件管理应用 文件管理应用 主要是方便我们对内部 以及外部的U盘设备 进行文件的管理 应用会对设备内的储存文件 进行快速归类 文档 图片 音频 视频 我们可以快速查找到 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文件 例如U盘内部 点击文档选项 即可查找到内部的一个文档选项 点击对应的一个文件 即可实现一个快速分享 点击图片 即可找到我们想要分享的一个图片 进行快速的图片展示 点击音频 那么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播放的音乐 点击视频选项 即可查找到我们内部的一些视频 像刚才我们操作的一个录屏 那么点击视频选项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记录下来的一个文件 选择 即可看到我们刚刚打开放大镜的一个操作 同时如果设备配置了一些耳麦的话 也可以将声音保存起来 那么为了方便我们管理呢 同时我们也在下方呢 添加了一些功能应用 例如常见的复制、剪贴、压缩、加密 同时也增加了两种选择方式 列表、图标 方便我们进行快速的选择以及展示 贵宾接待应用 这个应用主要是方便客户制作一个 欢迎界面以及签名强功能 现在很多企业常常有客户来访 为此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欢迎界面供客户选择 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添加欢迎模板 通过简单的编辑即可制作出专业的欢迎界面 例如有客户来访 选取一个模板 那么在这里我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字体 颜色以及大小的设置 点击展示即可进入签名强功能 我们支持同时多人在线书写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换笔的颜色以及大小 输写过程中如果误操作的话也可以实现一个手背擦除 将错误的内容进行擦除重新编写 书写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二维码扫描的方式 点击保存生成二维码进行扫码带走 为方便我们的实际应用 我们系统也提供了多种的行业模板 像政府医疗教育广告交通的供客户自行选择 也可以自定义添加各行业的模板 点击图片即可找到我们刚刚签名的一些图片 多屏互动应用 多屏互动应用主要是方便我们将手机以及平板上的内容 及时分享到大屏上 起到一个小屏与大屏的互动 为了方便使用的环境 我们提供了两种网络方式 方便客户自行选择 使用时只要将手机设备与一体机保持在同一局域网即可 例如您使用的是苹果系统 那么我任意连接一个网络 上拉 点击镜像 找到对应的设备 那么即可将我的屏幕 手机屏幕直接投放到上面去 分享我的图片 同时为了方便操作 我们也增加了安卓系统 使用时我们只需在旁边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下载一个对应的软件 进行同样的操作即可实现分享 那么除了手机与平板一个互动以外 我们也提供了无线传屏器 方便我们将PC与大屏进行一个连接互动 使用时通过我们的一个无线传屏器即可实现 使用无线传屏器与一体机进行配对 配对成功之后插入想要投屏的一个电脑中 配对过程中 无线传屏器的指示灯会闪烁 表示正在配对 停止闪烁表示配对成功 同时在系统内部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相关的提示 整个是正在链接 那么链接成功之后实现投屏 即可实现一个反向操作 配对成功 按中间的按钮即可实现 那么接下来我就可以在这里大屏上 操作我的PC端电脑了 例如打开一些文件 进行相关的展示 点击视频播放想要展示的内容 在展示过程中呢 我们也可以点击旁边的一个批注功能 点击对一些相关的内容进行一些批注 那么批注成功之后 对应的一些内容 点击二维码即可实现一个保存 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即可实现扫码带走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无线传明器 传屏功能 为了方便管理我们将更多的应用 放置在更多应用选项中 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应用商城QQ邮箱设置计算器系统优化等 在应用商城中 我们添加了许多一些常见的一些应用 像QQ 微信等聊天工具 客户可以根据喜好自行进行选择 设斩 系统管理优化 点击即可对平时的一些 系统内部的一些垃圾进行切除 点击一键优化 清除多余的后台应用 点击垃圾清理 清除掉应用卸载后的残留垃圾 以及一些无用的安全包管理 点击硬件检测 可以对整机的一些硬件信息 进行相关检查 那么在设施中 我们可以在对系统的内部一些应用 进行快速的管理 像亮度的调节 音量的调整 点击壁纸选项 可以切换动态与静态壁纸 那么就可以更换更酷炫的显示页面 为方便操作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快鞋设置按钮 应用管理中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提示 保存路径进行修改 例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个相机 可以在里面设置我们的保存路径 在更多管理中呢 我们可以进行桌面的主题 切换 悬浮按钮的开关 以及系统提示应的关闭开关 点击网络按钮 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连接 点击时间 可以设置我们相关的一些时间 显示方式 在智能选项中 我们提供了多种的智能快捷操作 智能识别 同锁 待机模式 定时开关机 以及多功能按键选项 智能识别开启之后 我们在操入一个外接信号的时候 它就会弹出一个顿泡框 方便我们进行一些其他的提示 避免我们进行手动切换 操入之后会提示一个信号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再用遥控 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操作了 在同锁密码中呢 我们可以选择修改我们的同锁密码 我们提供了多种的锁屏方式 基础的密码遥控锁屏 还有U盘解锁 以及一个物理按键开关锁 待机模式选择 点击开启即可设置对应的一个时间 进入休眠状态 起到一个智能保护作用 点击定时开关机 我们有时候会将一些设备放置在展示大厅上 那么通过设置一个定时开关机 以一个时间模式 方便我们进行自动操作 避免人工的重复开关机 多功能按键 选择221或者关闭 起到一个更快速的选择功能 按功能键 即可团出三个提示 节能开关电脑以及关闭一体机 方便我们进行各项操作 频道选项可以设置不同的一个电视节目 在系统菜单中我们可以对系统的一些基础设置进行修改 例如输入法语言 系统信息 说明书以及系统生理等 点击系统信息 可以查看到我们的一个版本型号 以及一个厂家信息 点击说明书 那么可以查看到我们一些系统的一些相关操作说明 点击系统升级 我们支持两种升级方式 本地升级以及网络升级 点击系统升级选项 检查更新即可升级最新的网络版本 以上就是我们的智能会议系统 为了优化我们的客户体验 我们平均每三个月即会进行系统更新 提供我们最新的一个功能优化 好